好,大家好,XLIFE快閃檔 先說明,今天我想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可能聽完一點點不舒服的 不過我也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一起共勉之 其實呢,有一件事我agree 我絕對同意的是,在現在幾個月的時間 很多我們做前線生意的從業員 可能會面對兩個大的困難 一是說,現在很難去約一個客人出來 有一個銷售面談,例如吃飯 Night Appointment、Lunch Appointment 在一個鐘彩面前,I agree 確實比以前的難度高了 那第二個,我都agree 就是什麼呢?其實現在 可能民眾上面那個心神 就比較集中於 就是撲口罩啊,關於現在的疫情啊 或者其他的課題 可能未必有這麼好的心機 可以慢慢跟你在這裡插板 講講碰擦擦一些什麼理查找 保障等等的東西 但是呢 在這兩個前例之下呢 我希望我們自己都要去記住一些東西 有幾個東西你一定肯定的就是 第一,現在在香港的市場上面呢 所有潛在有需要的客戶群啊 民眾呢,其實仍然在那裡的 人數是沒有小到的 就是說,有需要的人 你的商機,你的客戶群呢 其實從來都在這裡 這是第一 第二,需求呢 其實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需求呢 只會更加大的 不論是一個醫療的需求也好 一個投資的需求也好 一個儲蓄的需求也好 等等的需求也好 其實只有更大的 而第三項要肯定的就是 其實現在普羅大眾的危機意識 其實是只有比以前更加高 就是說現在 很多朋友其實都活在一個 幾大的戒具和恐懼之中 如果不是不會搶物資的 如果不是不會破壞口罩的 就是現在對人生的安全 對家庭的人的生活的保障 其實呢 是只有的意識更加高的 OK?先弄清楚第一個Category 第二個的人我很肯定告訴大家 就是什麼呢 我相信你也會同意 就是 其實現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媒介 亦都是遠比以前多得多 大家試想一下 你除了真的上班 即是不算你見什麼 從業員等等的事情 你一天在跟幾多人接觸呢 你手上拿著WhatsApp 你在幾多個群組裡面呢 你在幾多個興趣群組裡面 跟別人探討多少不同類型的話題呢 都未算其他媒介 即是IG也好 Facebook也好 Lincoln也好 WeChat也好 其實人與人之間去分享一些的資訊 分享一些的想法 OK? 其實有的媒介 有如恒沙蘇宜 大家也都已經很習慣了 即是說 如果現在我們作為一個營銷者 作為一個服務提供者 還在停留於 一定是以face to face的 即是見面作為一個溝通 或者分享 體會和資訊的話呢 會不會其實是一個落後了一點的手法呢 這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就是說 我們可能是做一個保險也好 一個理財也好 就覺得呢 彷彿是看不到客人 那些客人不出來 很難談的 那些人沒有心神 但如果我給大家打一個比喻 給你做一個參考 假設今時今日 你不是在賣一個保障 你不是在賣一個所謂的住院 不是在賣一個年金 你正正在賣一個口罩和洗手液 你還記得不是暴力那一隻 即是你像泰國那間什麼什麼 就是你學到貨了 你以一個很好的價錢 你是真的想去幫助 即是一些人 你以一個低價 去令到普羅大眾有 OK 你用不需要自己 真的逐個面談去做銷售 不用啦 如果你自己手上拿著那個貨品 是有一個社會價值的 而你是一個良心企業 你用一個Facebook的Posting 你其實已經是一大班的客戶 你不會Hesitate去找他們 你也不會不知道怎樣找他們 或者你自己 就算你自己手上拿著一樣東西 你自己覺得是好的話 而你覺得那些人是好到需要的話 你也有WhatsApp問人要不要 你也會放上Caruso那些網購的東西 去做Share 對不對 Come on 即是說如果你手上拿著那個東西 是好東西來的 是有服務價值的 是民眾需要的 其實你是從來不會擔心你自己 用什麼途徑 或者什麼時勢 去找不找人說 對不對 而如果是這樣 這一刻 我們大家就一定要好好去思考 其實現在如果說 那條數會慢了 或者做生意難了 其實歸根結底的問題是什麼 我重新一次就說 我不是說現在 若客難出來不是問題 我不是說現在媒介少了不是問題 那兩個一定不是根結的問題 其實最關鍵的問題 對於很多的從業員來說 其實就是你自己 你未能夠很完整地 去講出一個原因 一個理由 去令到你會自己很主動地 和你的客戶去做一個溝通 而你也未能夠提煉出一個清晰的原因 和理由 去令到你身邊的朋友去察覺 除了去撲口罩 撲米 撲廁紙之外 其實去幫自己去做一個保障 或者去做一個住院 或者做一些儲蓄投資 究竟對他的影響有多大 行不行 所以 客在這裡 需求意識很高 每界一地都是 你手上的產品都是好的 你其實真正應該問你自己的問題是 究竟憑著你手上拿著的任何一件事 包括你的保障也好 危機也好 投資儲蓄也好 或者甚至你整個行業也好 究竟你拿著一些東西 是對他們有什麼幫助 而你憑著你手上的東西 究竟怎樣幫到他們 這個 才是你內部最需要思考的東西 口罩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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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洗手液是非常非常重要 其他東西都是很重要 但是你手上你自己 去提供的一個住院的保障 你手上提供給別人的一個幾百萬的家庭的收入的保障 你手上拿著的一些投資的安排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而你自己做一個從業員的 你是不可以忽略了你自己 提供的東西 對客戶的價值和意義 而你是有一個責任去告訴他們 究竟除了他撲完口罩之外 還有什麼體留了 而體留的東西 其實對他的影響是非常之大 這個就是你應該要問清楚你自己的問題 我再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世界出來做生意 不內乎有兩個目的 一個清高一個市賄 市賄那個就是 你出來搞當生意 開店 其實你一定是想賺錢的 但我相信現在 有很多朋友 如果你觀察一下 其實現在外面那個 零售也好 整個街頭也好 其實人流是很差的 晚上吃飯的人很少 但你有沒有發現 有很多正在開餐廳的人 不論是高中低 其實他都正在開 其實他明知沒有什麼錢賺的 譬如以公共運輸 九八 其實在虧錢 要減少班次還要虧錢 但第一個 有因已經沒有了 即是他已經是 這樣做是虧著做的 但為什麼都會開 因為有時候做一些食市 或者做一些消售 或者做一些服務提供者 他會明白到 除了他除了賺錢之外 其實在社會上 真的有一些人 是真的要坐車上班的 這個世界有些人 真的自己家裡沒有飯吃 是要出街上班開飯的 所以他也是建基於他自己 明白到 他自己在做那個行業 是有一些社會角色和責任 而就算這個時間 生日難做了也好 他都會繼續秉持著 他自己一些社會角色 去盡量提供服務 因為那樣東西 始終對別人也有重要性 同不同意嗎 其實難不做 當然是難做 那為什麼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其實很重要 就是我們自己 如果作為一個理財策劃顧問 即是大家 其實不是我 作為一個理財策劃顧問 你也要很明白到 你自己手上拿著的一份保障 你手上拿著一個投資 拿著一個強積金 還有如此類推 其實你對當事人 對普通大眾 都是一個迫切的需要 即是說一個人 如果沒有口罩 他會有很大的危機 但不等於他有口罩 就會解決他所有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自己手上拿著的 一定是有你自己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你一定要問你自己 究竟你現在手上 你有沒有跟他 即是你心願的人去分享一下 究竟這件事 是有什麼重要呢 有什麼想漏了呢 有了一件事和沒有了一件事有什麼分別呢 而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們呢 這就是你真正要想的事情 其實當你自己還沒整合到 你不能夠帶動到你身邊的人去察覺到 究竟原來除了一個口罩洗手液之外 一個住院對他的重要性 一個幾百萬個保障對他的重要性 將他現在的錢 為了平平安安的重要性 其實他是不會察覺的 那有你沒有你就沒什麼影響了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沒有建議給別人的 其實別人又不察覺的需求 又不覺得有什麼要做的 那他就不出來 或者他不會去考慮 不會去看 不會跟你去談 更加不會去簽 其實這個情況 不只是在現在這個情況 在任何一個年度 任何一個時勢 每一個從業員自己面對的問題 而所謂的客源問題 其實就是這件事 第一 你自己有沒有用不同的媒介 去接觸不同的人 而定是你只是依賴一個單一的來源 有甚至更差 就是你在等待別人為的來源給你 但是第二個更重要的課題就是 就算你身邊有多少人在 有多少個媒介 溝通媒介 你自己有什麼清晰的論述 去能夠很清晰地告訴別人 究竟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重要性是什麼 還有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方法應該去做 可以令到別人正視一件事 而為自己去安排 而最後可以跟你在一個 其他媒介談完之後出來 完成一個簡單的行政程序 但是最後因為這個這麼簡單的程序 去令到他有什麼大事件 真的得到充足的補助 是不是 不是只有他自己 和他的家庭 所以作為一個好的顧問 現在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 回歸初心 好好地想想 你現在手上拿著的東西 是怎樣可以幫助普羅大眾 而你已經很好的了 已經不需要一間餐廳 或者運輸工業 正確的 你不需要蝕著做 你已經不需要有一個 Fixed Cost 一個很大的成本 但是你自己去做一下一個 就是宣傳 去做一下一個訊息的推廣 傳一下一些的資訊 提出一下你的見解 在一個平台和別人去多些 聊天關心 其實這些東西的成威非常低 你用的只是你的精神 用的只是你的時間 而你會帶到一個雙贏 去幫助客戶認清自己的需要 去做一個雙贏的打點 去幫助他解決一個很大的危機 而同時也為你開展了所謂的雙機 何樂而不為呢 這個是一個貫運應該 根本要做的事情 對嗎 所以的 千萬不要有一個誤解 或者不要一個歸咎下去 他就說 現在好像某某某某約客欄 某某某某些人沒有心機 其實我告訴你 客人從來都沒有空 客人從來都沒有心機 客人在太平盛世的時候 他一天可以約了很多人吃飯 都不見你的 他都可以很不得閒的 他都可以見不到你 他都可以覺得不重要 其實這個是一個原因 但是不是一個絕對的原因 你真正應該去想的 就是你自己做盡 你自己應該做的事沒有 如果你想開個案 如果你想有生意 如果你想有生意 你問你自己 你現在 怎樣可以幫到身邊的人 你手上拿著的東西 有什麼價值意義 你有沒有跟他們去 給過一些的建議 給過一些的資訊 給一些的advise 給他們 就算你今天不行 即今天簽不到 我也很肯定 當你是一個有心的人 當你是一個有料的人 當你是持續去和你發放的人 念念不忘 必有迴響 你接下來 你的相機 是不需要擔心 為甚麼我今天這麼認真 說這段 因為我都會 在市面上 即是有很多 一個不好的核心價值 就出現在了 即是訪問是什麼 覺得現在是客源的問題 於是怎樣 大家就是普羅大眾 尋求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找一些自動的客戶來源 坐在那裡也有客人派下來 坐在那裡也有一個派線 但其實這麼多年來 在這個業界 一個最差的想法 就是明白 你自己作為一個顧問 開拓客源 是你的專科 開拓客源是你的責任 開拓客源是你的能力 不論在任何途徑 在現在這麼科技 這麼發達的情況下 在一個商機這麼大的環境下 在一個需求這麼大的情況下 其實沒有理由是自己做不到的 如果你借一個環境的因素 去幫助自己去堕爛的話 其實是自己不掌進 如果自己不肯去思考 是等待別人給客戶來源 即是你自己不夠上心 所以 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履行你自己一個專業的角色 對你身邊的人多些關懷 多些社會的觸覺 多些你的思考 多些你的部署 多些你的推廣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專業的從業員 應該有的專業技術 而最後銷售或者一些產品知識 甚至一些很龐尖末尺 很最後的東西 所以問自己 在這個 所謂生意難做的情況下 你有沒有提升你的能力呢 你有沒有那份意志呢 你有沒有那份堅定呢 你有沒有那份用心呢 這個就是你最值得思考的東西 行不行 所以我再重新一次 我絕對明白 理解在市場上 大家生意都難做的 我生意都難做的 很多人的生意都難做 對吧 但是我們本身 第一在市場空間上 在運作上 在成本上已經有優勢 對吧 第二的就是 我們其實 也都是 我們提供的產品服務 也都是社會的 重要性 價值 意義也都很高的 那大家 是不是應該 去做好 我們自己應該做的事呢 那大家 好好這樣 去一起思考一下 可能你聽到 有些朋友可能的 你會覺得 嘩 現在這麼難做 你都還在那裡 但是我希望的是什麼 我們自己 回歸我們自己 真正的實力 很多時候在一個挑戰 或者逆境的時候 才是反映你自己的專業能力 和質素 知道嗎 如果你自己一邊去 想著等著別人威嚇 或者那些什麼高高的流量的話 其實你有機會是離開了 這裡真正的初心和專業 所以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話題 可以嗎 我們的MDLT 我們的COT 我們的路途 繼續去著 我們的兩年創 四年創區 我們的路途繼續去著 而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其實在這個時間 我們今天都很厲害的 今天我們都 有幾位領導都來了 真的 我們是真正做了我們的半年規劃 我分享了我們一些和客戶 去分享的五個重心話題 再加我們一個 叫做什麼 七步成招 我看到的是一個更大的機遇 而這個機遇是建基於 因為有一個社會很大的需要 如果我們自己掌進 我們有一個好的策略部署 我們夠穩定 我們夠推廣的話 其實接下來的時間 只是我們一個更大躍進的時間 但問題是你應該問你自己 你在這段時間 你有沒有努力去做 你有沒有給心機去做 你有沒有去 好好地去部署 去累積 去為你下一個做準備 還是你現在已經招了一隻手 覺得無事可為 然後在這裡遠天遠地 然後還在這裡提起取巧 在這裡等待著一些 就是天降異仗 可以純粹為了客戶 而在這裡想著做到生意 或者有甚至一個看到一些 hashtag 看到都火滾 什麼高姿態 其實一個顧民不用高姿態 因為顧民做回你的專業就可以了 見客 找客 從來是一件光彩的事 因為是你在做你應該做的事 對嗎 回歸初心 多媒體宣傳 用心做事 用心做人 就是我們的策略 可以嗎 所以 大家一起共勉之 一起努力 一起做應該做的事 我相信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憑著你的意志實力用心 你的客人會知道 你的生會就會浮現出來 好嗎 大家一起努力吧 好聽就好聽 不好聽就好聽 但如果你覺得有意思 記住 你作為一個領導 你不用一定分享我的東西 多些 跟你的團隊分享 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一個正確的原則 一個正確的理念 對不對 好 為今年 最後兩年的目標 約進做準備 好嗎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其實我也有一個呼籲 其實我們有YouTube頻道 如果想把我們重溫 一個個個去看 登入Xlight Development的YouTube 其實你就會一次過看完 我都希望在那裡 多點的累積 多點和大家的交流 所以如果想聽之前的 就去我的YouTube頻道 OK 想要跟我們更多 有其他不同類型的計劃 例如30分鐘各別諮詢 又或者我們兩個不同的計劃 登入我們的連結 就可以去到 好嗎 OK 好 那今天就這樣了 之後再跟大家探討更多不同類型的話題 好 之後再見 拜拜 再見 拜拜 yim